他从他的家,我是举例的,他从他的家被逮捕,那个他被逮捕的当下那个他的家其实也可以称为不义遗址 不过因为我们的这个研究案是第一阶段,所以目前我们研究的是什么呢? 所以我们研究的是政治犯被逮捕,被征讯审判执行的场所 这个是我们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 那我们第一阶段整理出45处的这个白色恐怖的独立椅子,有全台各地 不过因为展览的关系,因为没有办法,45处全部都介绍 或者是有的地方虽然他留下了那个空间,可是他的资料却非常非常的少 因此我们的测展单位,他选出了其中的20几处这个地方,在这个展览中间做介绍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